大甲媽的繞進進香 大家都知道 可以順便的帶動地方的觀光 尤其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就是 沿路到底有哪些美食地圖 其實有關於這個繞進進香 可以分成三部分來講 第一個部分就是沿路的公食 我們剛剛講的 很多的善男性女 會提供很多的吃食 第二個部分就是 鎮南宮本身周圍就有很多的美食 不能錯過 第三就是沿董的私房推薦 這點很重要 一定要把它筆記下來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剛剛講的這個繞進的路線 其實前三天是吃素對不對 但是沿路這個信徒的公食的部分 真的很多美味對不對 你最有印象的是什麼 飯到你印象最親密是怎麼吃 大口也好吃 都沒吃 難吃 因為他自己拿出來的東西 但是他的肚子 Bundestag 他跟他講 His international menu 你一定是要做人家ategic 有很多人採用自己貨 還有很多東西 有車站也可以 他像富士 LA Snow 我就很火 最皮 parentheses 很好吃 用拼的就覺得好吃 這個都是素的 如果吃醋 如果它好 所以更稀釋 更老年 它每一家都有 什麼都有就對了 你就是說 不管要吃蔗麵 還是要吃烤肉 還是要吃鴨肉 鴨肉 它就好料都看出來 不會燙 它就不怕人吃 而且就照近的信徒來講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在呼籲 有兩點 我覺得很有道理 在這裡也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 吃不下不要拿太多 不要太壞對不對 因為吃太多會肥 然後吃不完很浪費 你吃不完拿那麼多 太浪費 還有就是環保也很重要 最好自己能夠準備一些 環保餐具對不對 對 可以是可以找 好 那麼再來就是講到 其實大甲鎮人公沿路 就是附近就有很多的美食 一定要好好來介紹 大甲鴨肉麵粉就最出名 還有我們這個金庫 王延吉金庫 百多年了 百多年了 現在這是都要擺起來了 是 你想要說這個昏牆 昏牆 其實像我新竹人 新竹人也吃昏牆對不對 但是我們是水煮以後 沾那個蒜滿豆油 我們也有 這檔康家阿嬤這檔 在我們的牙齒 它有在賣昏牆和圓牆 圓牆都稍掉了 所以有時候女孩子 吃一條不夠人 都吃兩條三條 吃都順口就對了 一瓶箱的水煎包 出名 出名 大甲黑酒頭的 烤藝麵也很出名 是 但是最出名的是這個 大甲酥餅 我以前去買的時候 是黏黏黏的 現在他們這個 現在人沒吃那麼多 所以是改良 和雙拼也就大幾大 以前都是買大的 那個如果買來的話 要切到四塊 一些泡漆漆漆漆就不好吃了 除了大甲的美食之外 其實沿路這樣繞進的過程當中 也有一些美食不能錯過 在彰化 彰化就有一個烤肉飯 而且那個老闆真的很有心 他說好像繞進之前 他會特別幫廟方的人留一桶 對不對 有 你們可以排隊對不對 就是這種 泡漆 對 這我最早都吃兩桌 是 好 那我們先來看 先前我們有採訪過 嚴董的這個新聞帶 我們先來看一下 馬上再繼續聊 廚房裡滷到香噴噴的控肉 還有一大鍋的筍乾白菜乳 加上疊成小山的煎荷包蛋 老闆備料完畢 開店做生意 真的不誇張 才剛開張 客人立刻把控味全部填滿 米飯連上滷汁擺上控肉飯 荷包蛋搭配白菜乳 光看我的肚子都跟著餓了 你們兩個好白天的嗎 白天的 你本來以為會有 你打拼 你打拼 一台都搶 我們要排隊 上去有來 結果排不上 彰化這間控肉飯 標榜使用 新鮮溫體豬肉燉煮 肉質新鮮暖韌 從小攤位變成了開店面 不但是掏客的最愛 也是鄭蘭宮董事長 嚴清彪 繞進經過彰化 必吃美食 店吃很久 每天都吃 除了嚴清彪 就連叫班人員 輪流休息時 都一定要來上一晚 每年繞進 老闆都會特地留下一桶控肉 專為廟方服務 加上繞進香客加持 這段時間開店不到四小時 通通賣光 薑膀控肉飯各有特色 就連營業時間都各有不同 從白天到黑夜 從半夜到凌晨 都有店家在賣 被稱為控肉飯日不落國 一年一度大假冒繞 信眾隨鄉 也跟著控肉飄香 大飽口服 真的看著叫人食指大動 但是為什麼特別推薦 到底有什麼秘方 就是它有什麼 跟別的地方不一樣的 很好吃 都吃不鮮 差不多 我們的超級帥 都幾個禮拜都會吃幾個飯 吃得比我那麼大 好 其實我們今天現場也有帶來 這個也是那個遶境沿路很推薦的 對不對 這是這個肚子 因為看 大甲阿嬤倒入火鍋的時候 他都幾層頭的人 發動出來在那裡現包 現做給我們吃 這有夠好吃的 反正一直吃 一直吃 他們一直包 大甲阿嬤也不夠 他就在那裡吃 吃了大甲阿嬤 他也在那裡吃 反正這無私的奉獻 就是輔助 好 那麼稍待我們還要來看 大甲阿嬤都已經大家都說 創造了非常驚人的 媽祖經濟學 但是現在的這個電商網站 很多人就說 大甲阿嬤真的也 很多的商品都大受歡迎 但是這個收益 到底拿來做什麼的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是來幫助一些 孤苦無一的小朋友 馬上回來我們繼續聊 請別走開